台南黃金海岸的現實知名景點 擱淺在沙灘上的蘇菲亞號 不但假日迎來大批民眾拍照打卡 夕陽美照也成為網路上最近熱門的畫面 只是現實美景也快要跟民眾道別 把他回起來 把他鐵板回起來 不過卻有民眾發現 明明都已經打算架起鐵皮為禮的現地 竟然在船身上出現四個塗鴉大字 會寫這四個字不是沒有原因 顯然這位塗鴉客想說的是這首歌 歌迷就叫歌淺 這句我已不在 很多人一聽就懂 不過這貨輪畢竟是私人財產 塗鴉客之動作難免也有回損的問題 不過塗鴉原本就是街頭次文化的一環 連發源自街頭的霹雳舞都成了奧運項目 從文化角度 這塗鴉似乎也沒有那麼罪惡 塗鴉的出現代表著這一艘擱淺貨輪 的確引來大眾的注目 不過如今蘇菲亞預計圍起圍離 現地拆解 現實美景也將到此為止 民視新聞中博林俊銘 台南時報道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